各位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yth学院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继续Android纯属的实现 那么在上级课当中呢,我们来讲解了一下 在Android CircleLite数据库当中 怎么像一个表照中去插入一些数据 并且我们讲了三种实现方式 那么本节课咱们讲解的知识点呢 也是按照我们之前的一种流程 回到我们代码当中 上级课当中我们使用三种方式 听接Circle一种 使用Circle障位符,我们用问号一种 还有我们使用系统自带的方式 那么在本节课当中 我们讲解的内容呢是 针对CircleLite数据库当中表的一些数据 我们对它进行修改以及删除 那么在最后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这个增删改 它们都有哪些相同的特征 好,Activity CircleLite当中呢 我已经插入了两条 一个叫做修改数据 一个叫做删除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分别对应它们那个Button按钮呢 也已经添加上去了 咱们再打开这个页面 我呢已经对这些空降处置化 并且设置它们的一个监听 对它们的一个按钮的触发呢 也已经处理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写一些功能性的代码 如果我们想要去做到对一个数据 它里面的一些修改的话 我们该怎么进行操作呢 首先我们把修改的方法 来给大家提取出来 好,我们也使用public void 比如我们叫做update 那么修改的过程当中 我们肯定要有一个新的对象出现 所以呢我们也把一个person对象 p给大家拿出 并且呢你要找到当前这个对象所在的一个id值 所以呢我们给它加一个internation的id 这个id呢是为了唯一的找到我们需要修改的这个person对象 当然也不一定是id 我们只要能拿到在这个表当中 区别这条数据的一个唯一性的标识之段即可 那在这里面我们使用的是id 所以我就拿的是个id 然后这个person呢是我们需要修改之后的这个person对象 你比如如果我们想要修改的是这个person对象当中的一个name属性 所以呢我就先给它改定一个name 当然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拿到的是一个新的person对象 大家要从里面去取出这个name 好 如果我们使用circle语句的形式呢 此专类型的circle 那么大家对于circle语句应该比较熟悉 update 跟上我们当前这个表明 update person set 我们的name 等于 跟上咱们当前这个name 并且 为了加上一个唯一性的标识 where id 等于 跟上咱们当前所传入的这个id 好 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circle 当然使用circle执行的时候还是我们db.execute的circle 如果我们现在不带有将位服务 咱们可以使用第一种直接来填充的内容形式 那么回到我们circleline当中 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来使用我们person.do 调用它的一个update方法 比如我们现在修改成一个什么呢 我们修改成网5 id值呢 我们给它3 也就是说我们把第三条数据呢 修改成网5 好 咱们来把当前这个应用程序来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修改数据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修改数据 好 他给我们报了一个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错误是什么 OK 大家能看到 内容id id等一字罐当中 我们匹配的这条circle 网5并没有带上我们的一个单引号 所以我们大家在写circle的时候呢 还是需要认真的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再加一个单引号 以及它的一个后面呢 我们也需要加一个单引号 vrid 这样的话就能匹配住 那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 回到我们当前这个DDMS当中 发现并没有报错 其实大家 咱们只要没有实现数据内容修改 而且正确的业务逻辑的话 这一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我们把message db导出 那我们把message呢 重新refresh一下 好大家可以发现在id为3的这条数据呢 已经把它修改成了网5 如果我们还需要修改的话该怎么办呢 OK上面演示的是我们第一种使用方式 也就是使用 Circle拼接的形式 进行处理 在咱们这个代码当中 看着Circle拼接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我们里面拼接的内容比较多的情况下 你比如我们需要操作自不串 就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单引号当中 这些要求规范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大家偏向使用于咱们Circle当中 第二种就是使用三位图的形式 大家可以发现在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也可以使用我们insert类似的这三种形式呢 来咱们来试一下 那我给定string类型的Circle1 朋友我们需要修改的这个字段呢 还是我们的prozen的name字段 updateprozen setname等于问号 并且我们后面跟上vrid等于问号 大家在去写的过程当中发现 如果我们使用张卫福 就可以避免使用我们当前这种 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死之用类型的字段 加单引号还是我们其他类型的字段 再去处理 所以我们把上面的先逐交掉 咱们直接运行下面的 运行下面的 我们调用db.executecircle 把我们第一个circle.g sql1扔进去 并且还要给它来一个object类型的数组 首先我们填上的是一个name 并且还跟上我们当前的这个id值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实现修改 那我们在这里面直接把这个值修改一下吧 我们叫做码6 我们还是修改idv3的这条字段 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晰一点 好我们运行一下 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写一些测试方法 来测试一下当前我们工具类到底是否可用 然后我们点击改数据 再回到我们ddms当中 把当前数据库我们到处看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person 大家可以发现这个person也改成了我们码6 所以呢间接证明了 那么我们当前这个circle语句还是正确的 好有了两种 一种是使用circle的标准circle 一种使用暂位幅的 那么第三种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使用系统自带的方法 我们使用db 调用它的一个update 大家可以发现这里面传输的值呢 跟我们上一次insert方法也是相似的 第一个操作当前的一个表明 我们操作的是person 同样的第二个是一个content values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保存的是哪些内容呢 我们就给它放到这个对象当中 所以我在上面直接给大家使用这个content values 你有一个content values 并且把values的downput方法扔进去 插入的是name字段 跟上的是name的值 好这是我们需要保存的内容 大家发现这里面不光操作person values我们放进去之后后面还有一些值 一个叫做string类型的vrclose 以及string类型的数组vrax 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当前vr子句 比如我们后面跟上的是id等于问号 当然vrax呢它是一个string类型的数组形式 circle regi都是一些zoomtron类型 所以它拼接的形式也是一些zoomtron类型 我们跟上的是这个id 但是id是一个int类型 怎么把它转化成zoomtron呢 大家可以使用string.vrclose 在这里呢我就简单的转换 直接拼接一个空zoomtron 因为所有的数据类型只要加上空zoomtron 都是我们zoomtron类型 好我们把上面的这个circle regi也给它除销掉 回到我们circle let export 我们改成哈哈 来到我们这里面 数据 ddms 咱们把数据库导出 circle let export 一点击 大家可以发现哈哈其实已经修改成功了 好这是我们修改数据 如果我们想要去使用删除呢 回到dao当中 我们把删除的一些方法也给大家来写一下 删除数据 delate 那么删除的时候我们要保证根据什么进行删除 你比如你要想删除的是一条数据 那么我们肯定要根据它的一个微信的标识字段 interle型的id 好第一种方式呢 还是使用circle regi 好这个删除呢大家应该不陌生 delate from present 跟上咱们需要操作的哪样点 where id等于加上咱们的一个id值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使用db.executecircle 执行我们当前这个circle 比如现在我们把id为3的这条字段给它删除掉 回到我们circle let当中 那么在这里面可以直接写上 presentdo.delate 跟上我们id为3 好我们把当前的应用程序来给大家运行一下 来到ddms我们把db对象导出 circle let export我们重新点击一下 发现id等于3的这条数据确实已经不再存在了 好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一种形式 同样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形式 那我就把这两种形式呢都给大家写一下 当然第二种是我们使用站位幅的形式 因为它的形式呢还是跟咱们第一种很相似的 使用方法也是deletefrompresent 为了id等于问号 然后我们跟上circle1 同样下面呢使用db.execute circle第一个呢是我们circle1 以及第二个值呢是一个object类型的数组 这里面直接放入id 那么这一条circle呢也能直行通 那我呢在这里面就不再给大家做测试了 好第三种呢我们把它叫做系统自带的方法 我们直接使用db对象 调用它的系统自带方法delay的方法 从哪个表当中删除 删除引起的will子句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id等于问号 后面跟上我们id的字段 它也可以进行删除 比如我们删除的表是person 第二个删除呢我们使用id等于问号 同样第三个字段呢我们把这个id给它扔进去 不过它是一个死针类型的数组 所以你有一个死针类型的数组 跟上我们id字段 好我们把第三个方法给它测试一下 当然这里面要保存它是一个自帆类型 我们在第三个操作当中我们删除第四条数据 有个同学说如果咱们点击的还是删除删的 那咱们这个系统就会给我们报错 因为在数据库当中并没有存在我们当前这个数据为三的 因为咱们在上条预约当中已经给它删除掉了 所以如果我们再去写的时候 还可以判断当前这个id字是否存在 先去查询一下 如果有的情况下我们再去调用db.delete进行删除 好删除数据 把我们ddms当中的数据库呢给它导出 来到我们export当中 大家点击person好第四条id呢也已经删除掉了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在我们person.do当中 删除修改以及查询 他们使用的方法呢都是类似的 都可以使用拼接的circle也都可以使用站位幅的形式 也都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方式 那么他们执行的方法呢还是有一些相同点的 你比如增深改使用的都是db对象 这样用它的一个executecircle 执行circle语据这里面呢跟上circle语据也有可能会填充我们第二个叫做bin的args也是我们填充的一个站位幅 当然这个价位幅呢它的一个形式呢都是一个objet类型的速度 因为我们确保这里面如果我们要拼接对应的值的话 咱们要把这个值给它拿进来 那么这样系统就可以给我们拼接成一个标准circle进行执行 当然他们也都可以调用系统自带的方法 你比如db封装的insert db封装的update以及db封装的delete 当我们调用insert以及update的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这里面都有content values update里面也有content values 所以有可能大家在操作数据库的时候 可以将插入和修改归为一类 写成写成一个方法实现 因为他们操作的都是values 好这样的话我们进行区分 其实就是区分当前查询一下我们这条数据到底存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就是插入 如果存在呢我们就修改 OK那么这是本节课当中给大家讲的删除以及修改的操作 那么在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来留一个小的练习 大家对比之前我们学习的插入方式 删除和修改方法当中的三种类型的方式该怎么进行使用 好还有第二个练习 droptable message以及delete from message 它有什么区别 那么大家下来时候想一想 并且把咱们这个操作呢 也可以使用代码形式来实现一下 OK那么这个就是本节课当中给大家讲解的一些内容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麦子学院更多精品课程